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 还是道德里面的 道德法律法规当中的叫权力差异和双重关系 今天要讲两个重点的这个知识点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但是呢也非常常见 考试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 第一个出现的单词 Power Differential Power Differential 就是什么呀 谁认识这个字 权力差异 这个就是典型的权力差异 权力差异 很好记 为什么呢 Power Power这个词非常好记 能力能量 权力 Power Power Differential 差异差别 比如说我们不一样 Differential Differential 就是有区别 所以呢加在一起 这个叫做权力差异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权力差异 有人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 嗯 好啊 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啊 首先呢 这个权力差异是一个普遍现象 什么普遍现象呢 就是当一个专专业人士和一个非专业人士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会出现权力差异 这个权力差异到处都是 比如说啊 医生和患者 就有天然的权力差异 啊这个权力差异不是指使人干什么的权力 而是非专业人士对于专业人士的一个信服 啊 比如说教练 对于学员 那这也是有权力差异 教练说去给我跑几圈啊 学员就坑坑坑跑 他不会质疑这个事情啊 比如说老师和学生 这些都会有权力差异 都会有啊 我们按摩师和客人之间同样也是有权力差异的 因为一个专业一个非专业 那么按摩师所要说的啊 按摩师要让客人去做的 客人基本上都会相信按摩师 哦 他让我做这个东西是对的 这个就叫权力差异 这个就叫权力差异啊 权力差异非常普遍啊 包括我们说请到一个这个电工师傅 来帮我们修理这个电器啊 他说哎 你这个东西需要换 我们也会相信他 对吧 这个也叫权力差异 因为自己不懂 好 那么人和人之间 专业和非专业之间有权力差异 那大家想一想啊 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没有权力差异 对 同事之间啊 这是没有权力差异 同学之间这是没有权力差异的 对吧 都平等 所以呢我们要首先要知道 是哪一些人群有权力差异 哪一些人群没有权力差异 好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权力差异 发生在什么时候 权力差异 在每个治疗过程中 在每个治疗过程当中 刚才有同学已经说了啊 权力差异 每个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产生权力差异 就是因为治疗的主体是谁啊 是按摩师 按摩师在做这个按摩的过程当中 就有主动权啊 他就是一个权力的执行者 所以在每一个治疗过程当中 都会出现这个权力差异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关系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practitioner asked the client to purchase 按摩师ask 要求这个客人去购买一些什么东西 purchase 这个属于一个权力差异 因为按摩师要求客人去买一个 客人是不是应该去买啊 他说对就是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权力差异 如果这两个人之间不是按摩师和客人 不是医生和患者 那么平时这个人要求对方去买一个什么东西 这会有权力差异 没有 也会拒绝 对吧 所以按摩师要求客人去做什么事情 这本身就是一个权力差异 从业者要求客户购买power differential权力差异 好 在这里面的权力差异我们已经认识了啊 这道题的词组当中关键词是 purchase 消费 购买 有不认识的同学可以把它单独认一认 说我还是记不住 你就记这个chase chase 有个银行就叫这 对不对 所以一看到这个银行 这就是要你买东西了 要你花钱了 要你花钱了 或者呢 你把它音译过来 也行 purchase 破产 你一买东西就破产了 所以为什么会破产 你买的太多了 当然了 这个英文好的同学 就直接记这个单词比较准确 这个英文差一点 同学呢 记不住 总是记不住 我们就把它形象化一点 purchase 购买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instructor requires a student instructor require a student require 是什么意思 要求 我们上一个单词用的是什么 ask 要求 ask require 都是要求的意思 如果要是这个想 积累一些禁忆词 这两个是可以互换的 要求 一个学生 student 大家都知道 非常熟悉 那么这个instructor 谁是instructor 对 教练 教师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这个词 比如说我 就是你们的instructor 就是instructor 就是instructor instructor instructor ins开头 tractor trust I trust you 我相信你 对吧 非常相信你 instructor 这个就是教练 这个名字就显着他非常可信 非常有权利 所以这个关系 教练要求学生做一些事情 就是有权力差异 教练要求学生 power differential 权力差异 权力差异 好 我们刚才接触了两个了 一个是教练 要求学生干什么 一个是按摩师 要求客人做什么 对吧 这个都叫权力差异 好 我们再看看下一 client may not give accurate feedback 好 大家有谁能够跟我说一说 这句话说的有什么意思 feedback 刚才有同学说这是回忆 闪回 我们昨天学的那个闪回 那个字跟他比较像 因为后头back都一样 前面叫是什么 叫flashback 还记得吧 flash闪电 这个叫feed feedback 感觉 feel 感觉 回来 就是反馈的意思 就是反馈的意思 客人 client may not 不能给予 give 一个什么呀 accred 一个准确的反馈 那这句话说的是个什么意思 什么叫客人不能给予准确的反馈 大家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非常常见 我们在做按摩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你给 对 客人不舒服 他不说 你给他做的时候 一下按到骨头上 他感觉有点疼 但是他也没说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他认为你是专业 你既然按我 按任何的地方都是对的 这个就是叫做不能给予正确的反馈 那准确的反馈 他决定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本身应该是对于肌肉做调整 但是这次 不小心按到骨头了 我们失误了 客人不知道 也许这个客人九病乘一 时间久了 也学学过这个马萨尔课程 就知道了 可以提出反馈了 但是大部分客人不懂 就不说 比如说这个 在上课的时候 那讲题的时候 讲讲讲讲 这个不对 大家也没提出质疑 说老师 老师讲的就是都是对的 这个也叫权力差异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要是听到哪 觉得自己有疑问的 一定要提出来问 咱把它盯正 好 大家记住了 这个叫feedback 这个叫什么 反馈 flashback 叫闪回 flashback是回忆 这个feedback是反馈 一定要注意这个字 这个feedback是经常会出现的 在各种地方会出现这个字 反馈 客人有什么反馈 客户可能无法提供准确反馈 power differential 权力差异 权力差异 power differential 权力差异 好 又出现一个 always arrange more clients 出现一个新字 always都认识 这是什么呀 总是如何如何 always more client 更多的客人 这个是什么意思 arrange 安排 对这个就显示出来这个单词量了 有同学英文不错 安排 总是安排更多的客人 这个句话说出来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如果要放在一个语境当中 大家就能理解了 老板 开个按摩店 招了三个员工 然后也让自己的姑娘儿子让自己孩子过来做工 一进来客人就安排给自己的孩子 一进来客人就安排给自己的孩子 这一天自己孩子做六工 招过来的这个工人才做了两个 这个就要总是安排更多的客人给自己人 所以这个就属于什么问题 权力差异 对吧 他老板他说了算 他就不给你排工 这个就是权力差异 总是安排更多的客户 power different 权力差异 权力差异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No inherent power differential No inherent power differential power differential 大家知道了 这是权力差异 No inherent 这个inherent是什么呀 比较偏僻的一个字 内在 其实这个道题 这个字比较好认 虽然它比较生僻 但是现在有这个趋势 在考试当中 那题目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个字 所以把它拿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字很好认 here here是什么意思 这儿 对吧 in是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的东西 叫什么呀 叫内在 有个人说了 我不管这here 我只要看见 in就是内在的 也可以 大部分这个有in的 和内在有关系 但是有in的 也有的时候表示反义词 好 这个inherent inherent 你记到这 inherent 在这里面 这个就是内在 no 没有内在的 权力差异 其实这个内在这个词重要 不太重要 但是他一出来 有的时候同学就心慌了 我不认识怎么办 这个就是没有权力差异 没有内在的权力差异 刚才举过一个例子 说谁 什么人之间是没有内在的权力差异 同事 同事啊 同学啊 这都是平等的 好 没有内在的权力差异 co-worker同事 好 这是没有内在的权力差异 好 那么我们权力差异 提到了一个反对的 就是没有权力差异的是同学 同事 有权力差异的 像这个教练啊 安排他的学生干事 这个老板 安排更多的这个客人给自己的亲近的人 客人啊 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反馈 同学者啊 要求客人购买一些东西啊 这些都叫权力差异 而且这个权力差异呢 在所有的我们的按摩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的知识点 权力差异 power differential 那么我们进入了下一个单词 也就是下一个知识点 dual relationship dual relationship 什么是dual relationship 双重关系 双重关系 一看到relationship关系 前面加上dual 这是dual relationship 有的人说我记不清 你念这个dual 你就把它念成多 多的关系就是双重关系 多的关系就是双重关系 好 那谁给我举个例子 什么是双重关系 我作为老师找我们同学去做按摩了 这个属于双重关系 朋友过来双重关系 这都是 以至于哪位同学开店了 我跑到你们店里面去做工去了 说也给我分点这个活吧 我也挣点外快 这个也是双重关系 也是双重关系 对吧 这都算 都算双重关系 好 我们看一看题目给出的例子 双重关系 student become a colleague 学生成为同事 client also a person friend是私人朋友的客户 artery以物换物 好 给出三个 一个是student 学生变成了college 一个同事 同事 客人 client又扮成了一个friend 朋友 这都是一个双重关系 以至于battering 以物换物 不认识这个字的 一定要把它记一记 battering battering 就是batter b-a-r-t-e-r 以物换物 以物换物 这个就是双重关系 有同事说这个以物换物 跟双重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叫以物换物啊 比如说 我是个厨子 我说我给你做一顿丰盛的这个晚餐 我就不收你钱了 你呢 帮我做这个半小时按摩 再来换一换 可不可以 这个也叫以物换物 也叫双重关系 好 那我们先提过 这个以物换物 如果要是计税的话 怎么记啊 还记得吗 哎 百分之百计税啊 百分之百计税啊 虽然税务局查不到啊 但是我们应该遵纪手法 好 你继续看 Dual Relationship is not ethical 好 出来了 Dual Relationship 双重关系 is not ethical 是一个不道德的 为什么双重关系会出现道德的隐患 算不道德的这件事 跟客户发生性关系 跟客户发展为恋人 这些都不对 不应该 包括客人有的时候有家庭 来经常来按摩 两个人 疫情之间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产生感情了 这都是有风险 这都是不应该的 有想谈感情 什么时候谈 对吧 下班以后 单说 如果要是谈感情 就不要来做这个治疗的关系 至少放弃其中之一 至少放弃其中之一 这些东西 大家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 我们做这行 对于个人的情感上 也是有很大的风险 控制不好 这个界限设定的不好 不清晰 也会引来很多的麻烦 那么对于这个 我们要记住 Not ethical 不道德 它对应的单词 道德隐患 双重关系是不道德的 ethical concern 道德隐患 道德隐患 英文差一点的同学 把这个 Not ethical 和这个 escal constant 记下来 写一个等号 像一个公式一样 这两个经常会在题目当中产生互换 基本上如果要出现互换 它就给你一个 当做给你一个词组 当做这个题目 然后把另一个放在答案当中 看你这么认识 也可能我们学的题目是 Not ethical 考试的时候出现了这个道德隐患 收容关系是这种道德隐患 为什么 好 我们看一看下一个 Risk the well-being Risk 什么是risk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字 风险 风险 这个字一定要认识 这个risk 这个风险 是一个常见字 经常会在我们的题目当中出现 风险 在well-being 是什么 什么是well-being well-will-will 好 病将要发生 这个就是福祉 好处 我们的幸福 就是这个well-being 有一个幸福或者是福祉的风险 所以这个也是双重关系当中的 它和刚才说的道德隐患 是一个量级的事情 危及福祉dual relationships 双重关系 大家尤其这个well-being 一定要知道啊 他说的是什么事 别会看见这个字了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那考试的时候 没有办法选到中确答案 好 再下面一个 result in emotional harm 好 好 result 造成一个什么呀 emotion 什么是emotion 感情情感的一个term 造成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伤害 这个也是双重关系有可能出现 因为刚才一层一层递进 先是可能不道德 然后呢 会危及我们的幸福 那么最后造成了这个情感上的伤害 一个比一个严重 所以大家通过这几个词 这几个例句 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除了特殊指明 是同学或者是同事关系 除此之外 双重关系都不是好事情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方向搞对 一定要把这个方向记准 题目当中出现双重关系 大都说的不是好事情 都是有伤害的 违规道德的 一定要了解这个方向 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也要避免发生双重关系 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界限 保持一个clear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Result in emotional harm 刚学过 这是什么意思 伤害感情 Risk the well-being Risk the well-being 危及幸福 危及福祉 有风险的 Dual relationship is not ethical 双重关系是不到的 Dual relationship 双重关系 好 像双重关系这个词要脱口而出 一看马上就知道是什么 No inherent power differential 直接 直接给我翻译出来 不在这儿 inhere就在这里面 不在这里面 没有内在 没有内在的一个权力差异 如果要是考试的时候还是记不在这里面 一定要多个多动个心眼想一想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转化为这个 文明一点的这个说法 有点这个知识的说法 这个叫什么 这个内在 好 Always arrange more clients 对总是安排更多的客人 Client may not give accurate feedback 对客人不能给予准确的一个反馈 Instructor requires a student 教练要求学生做什么 Practitioner asked the client to purchase 要求客人买东西 全力差异 全力差异 好 我们这两组单词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一个叫power differential 一个叫door relationship 全力差异和双重关系 下面我们看一看立体